据新黄河,10月17日,有网友在微博发文,并晒出相关聊天记录和图片。 一次前,中国男篮球员易见莲嫖娼被曝光,其中包括疑似易见莲本人的身份证图片。 截至10月17日14点30分,易见莲本人及其团队尚未就此进行回应。 易见莲疑似嫖娼被曝成为网络热点后,也有很多粉丝对相关照片提出了质疑。 虽然易见莲本人及其团队尚未就此进行回应,但这一事件已经对易见莲代言的商家和产品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 目前13个品牌官微上已经搜索不到易见莲的名字。 CBA联赛官方主赞助商中国人手官方微博,已经删除了所有关于品牌形象大事。 易见莲的宣传内容,另外,东阳光,天然博士,夸克,广发银行, 宝普,上汽通用,军乐宝,TCL,百项食品,珠江啤酒,TipTek浩博,徐福基中国等品牌的微博官方, 也删除了和易见莲合作的有关内容。 10月17日,媒体查询公开信息注意到,易见莲是广东省东莞市体育界政协委员。 东莞市政协官网,2022年8月1日公示的政协会议第14届东莞市委员会委员名单显示, 易见莲系体育界代表之一。 关于网传易见莲嫖娼信息的真实性,记者联系到东莞市政协, 工作人员表示,易见莲是在职的东莞市政协委员, 他们已经看到了网上的信息,但具体是否真实还不是很了解, 届时应该会有官方信息通报。